今天是3月15号 消费者权益日 买得明明白白 花得心甘情愿 今年的315特别节目 咱们热线打算关注一下 乔迁之前的事 装修 热线会员 沈阳的杨大爷 被装修的事闹腾得苦不堪言 自己选来选去的这家装修公司 可把他给坑惨了 75平毛坯房 如今现场这一景象 杨大爷的这套房 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汪家新城 去年 大爷打算好好装修 准备入住 于是开始寻摸装修公司 左挑右选 加比价 辽宁上庭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住了杨大爷的眼 他给咱们打过电话嘛 联系过 完了 这不就上庭吗 咱去上看看吧 当时去看了以后 那个他们那个人就说 哎呀 我们要装修 又怎么怎么的 你给你怎么怎么优惠 辽宁上庭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给杨大爷这一算 75平全包的价 58,800 日子过到发 跟别人家合同价钱差不多 我说你这也不便宜 都不赠送啊 他说你看 怕他给了一张这个 这王家新城的 对吧 赠送那么多东西 就等说呢 拎包入住了 同样价钱 就看性价比呗 杨大爷这一算 整装全包 还赠送全屋家具 家电 这个划算呢 咱们年龄大了 这不挺合适吗 不得吧 就跟他签吧 跟他签 3月3号签的 3月4号 我就给他 交了30%的款 以为合同签完了 就能施工了 哪成想 这第一锤 就等了一个月 俗话说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可杨大爷 自打装修开始 这心呢 就操个不停 然后再找他 他就说呢 还得给你 这个 施工头没出来 你的这个设计 也没出完呢 完了以后呢 我说得断山呢 他说还给你 换设计师 又换了个设计师 又来看一下 一直也是 说忙 你等一等 等到6月15号 来了两个工人 就把这个电线 行 给埋了几个 完了16号呢 上午呢 把这管给铺了一下 下午呢 他来就走了 开工三个月过去了 活干得稀碎 杨大爷的心 更是焦碎 直到去年的6月19号 大爷接到了一个电话 到了19号 他那个签合同的 那个经理姓杨也是 他说 他干个事 我什么事 他说公司资金店断裂了 你那房子装修不下去了 你赶紧来报案吧 说好的五万八千八 拎包住进家呢 本想整装省点心 怎料一下变闹心 但凡是装修过的老铁都知道 正规的装修公司 基本上都是签订合同之后 先交首付款 一般呢都是70%左右 等木工进场之前 再交20%左右 等油工都干完之后 把尾款一结清 哎 完成装修 可是咱瞅瞅杨大爷的经历 合同签完一个月 70%都交齐了 结果就干了几样活 剩30%装修款 公司不要了 大爷的遭遇是个例吗 辽宁上庭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的那位杨经理 给大爷打电话 让他去报案 又是怎么回事呢 2021年吧 5月份5月30号 我交的钱 交钱当时他承诺是 有什么家电的 以这个为由耳 就是家具他都赠送 我是2020年11月份跟他签的 然后交了 正常是68500 然后赠送全物家电家具 我是5月6、7号 那这签的合同 然后当天就把钱交了 钱交完之后 交了一共 交了31000块钱 90个工作日 杨大爷这一去才知道 感情出问题的 不止他一家 甚至还有一点没动工的 两个月之内 就给你装完 完了之后呢 我们交的是30% 当时我那是交了3万 我家是一点没动 就干脆交钱就找不到人了 就没动 先交了钱 啥活也没给干 啥都没看着 就直接就给我 就把钱交 现在目前涉及到没装修的 就光上庭公司一家 就有30多户 然后装一点的 就几乎是没怎么动工的 是万八千的一个 就是甚至就砸个墙 有的就铺个管 就完事了那种的 就得有7来7来户 将近就是100多户 大伙见面 这一碰自己的遭遇 简直如出一辙 整装 赠送全屋家具 家电的优惠力度 也是一样一样的 这下高低得去 辽宁上庭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瞅一瞅 到底咋回事 当天我就去了上庭公司 那个时候 屋里面已经一片狼藉了 就有一个当时 最开始接待我的那个人 然后告诉我 现在公司没有钱 给你们装不了 那你把我的 三万一千块钱还我 因为你一点没给我动 他说现在给不了你钱 这位业主家 是一点活没干 就收了三万多 想退钱没有 但你要是想开工 行可以这么办 你可以再给我教舞吧 嗯 再给我教舞啊 我现在就优先给你动舞 包括他们干活的 都不应该支 干小一年嘛 我负责带设计师 这个每个人的不同 就是设计师的话 就是签一个大年来养 的话是按单子 这个有提成 但是来养的话 这个提成 那设计师的钱也没给 之前开的 一开始都正常 到后来来讲的话 也是当我 又当我两天 然后后来就是工资 是正常节的 欠我一万不到一万块钱嘛 提成 到后来我就是知道 就是这个自己链 肯定是出现点什么问题 然后具体的原因来讲 那就是不是我能接触得到的 公司关门 拖欠员工工资 辽宁上庭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承报的活 还能继续干下去吗 在暑地派出所的协调下 业主们见到了公司的领导 现在不是说我们能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是现在资金短缺就没有办法 那你意思的话 还是你现在上上没钱呗 对啊 有协议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旅行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要等呢你就等 你要不等的话呢 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去告我 我说告你也没钱呢 从大时候的时候呢 你就告我吧 反正我也不出庭 你告一肯定告一样 告一样就等我欠你钱吧 我都有钱还你 就这个话 从我们一直等到现在 这已经一年多了 房子还那个样 走了很多家啊 其实这家还行 就送家电商的 也不用操心不用管了 就为了省心嘛 就这么把钱都签了 我要给你钱 明明收了业主的钱 甚至还有不少业主交了全款 为啥辽宁上庭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还口口声声说没钱呢 差哪儿了呢 七处平呢 大概也就是在十万左右 就差不多十万左右 那么像刚才说到 这家公司呢 是五万多块钱装下来 还要送这个家电家具 首先呢 我认为这件事 从我们业内的角度来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也是导致这家公司 为什么跑的主要原因 你看这内行人 一听这个价钱就说了 七十五平全包 还送你那么多东西 五万八千八 这根本下不来 放低价圈钱 我看当时啊 就没安啥好心 就在这些业主又气又急 抓心挠肝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 说是辽宁上庭 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在沈阳市黄谷区 又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名字叫做 辽宁居美家 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 这边欠这么多钱黄铺了 那边另起炉灶 又新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他俩是一模式 我们那个上庭那些 装修的业主啊 来说到居美家那边 他收款的 包括他这一切内部演员 都是他们的一些员 对 我前两天给这个 这个房主打过电话 确定了 说当时他们 就是应该是三月份开始 就是跟他签的主 他当时这个 这个店里什么都没有 都是这个房主的 包括家电的家具一些食材 他们几个就是拎包就过来 就在开公司了 然后呢 当时跟他签的是40万一年 然后就是给了 好像是欠了两月 两月那个房费 到期他就不给了 怎么样也不给 今天托明天明天 后来房主实在没办法了 给他给他撵出去了 就把门锁上了 开一家关一家 这场子是哪出啊 业主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 到底该找谁呢 17号他变更的 上庭公司的法人 18号他变更的 那个居美家的法人 17号那边我们报的 他这是陆续的 就是把俩家公司 自己把自己摘出来 变更给的 80岁的老太太 叫杜丰珍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 能力去经营这个公司 你赔了赚了 我们可以接受 你慢慢地你给我装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完全不给我装 直接就甩包 你就走人了 抽身事外了 你这是什么行为 你这不就是骗我钱呢 之前记者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查到 辽宁上庭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2019年4月18号 注册登记的 2021年6月17号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由张汉威变成了杜凤珍 公司性质也由投资 变成了自然人独资 目前公司仍是存续状态 但已经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 而辽宁居美家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2021年3月17号 注册登记的 在2021年6月18号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由张汉威变成了王心层 当时为什么说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公司 因为它当时的老板 都是张汉威 包括他们那个 就是这个总经理 后来变更叫王什么灵 也是他之前 在上庭工作的经理 也是高层人物 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说 是否是这两个公司 有一个关联的问题 如果说这两家公司的股东 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法定代表人 还是同一人的话 那它就是关联公司 如果是有部分一致的话 那它并不属于关联公司 我们这个业主呢 也只能找我们的合同相对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 这个辽宁上庭装修有限公司 进行追溯我们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一系列操作 我咋看不懂了呢 别说你了 大伙都懵了 这边刚报完警 那边公司负责人就变了 再联系 一没钱 二告我 然后公司和工作人员 直接玩消失 谁也找不到了 这一百来号业主装修咋整呢 按照律师的说法 辽宁上庭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 和辽宁居美家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 虽然之前的法人是同一个人 但是因为股东不一致 所以不能说是同一家公司 大伙想追责 只能找跟自己签合同的 辽宁上庭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 那房子也不能干等着呀 有的业主等不起 直接找了别的装修工程 也有像杨大爷这样 干了一点的 想要别人接手再干 还挺麻烦 我现在在找装修工程 继续装修 装修工程就是说呢 预埋埋的工程 这叫掩蔽工程 埋在地下嘛 说掩蔽的 掩蔽工程 他说都得重新做 要不重新做 出问题我不负责 所以就属于这个状态 所以我要在村里找人的话呢 都得要重新再补局 重新花钱 我们现在有起诉的了 但起诉的都没给 都没未执行 全是未履行 因为他现在的账上 在他做这事情之前 早把资金都转走了 账上就剩几毛钱 从业主们提供的资料来看 辽宁上庭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居美家装饰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两家都有多起装修合同纠纷 和劳务纠纷的诉讼 两家公司的法人 也都被限制了高消费 他们别人肯定是有起诉的 但是来讲的话 起诉这个周期也太漫长了 我出点在那儿 我这边设计室 包括我来讲 也无所谓了 就认了 他就给我们感觉 有组织有预谋的一场实施 针对性这种装修 这种对我们实行一种诈骗行为 因为我给你交完钱 一点都没有动工 你没有在你 不管你什么原因 就是装修公司黄了也好 还是不营业了也好 你应该通知我们 谁接手怎么样 我们没接到这样的消息 就是钱交完了之后 人去楼孔了 打电话就不接了 然后就没人管了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属于诈骗行为 这个行为不算诈骗 因为双方签订了这个装修合同 而且装修合同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装修 有一些家庭呢 实际上他已经入住了 实际装修了 只是说装修 因为各种原因终止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是构成诈骗的 只是说没完全履行相应的义务 并不是没履行相应的义务 我们建议我们这些业主 可以起诉我们的合同相对方 也就是这个上庭装修公司 真金白银就这么被套路了 装新家的节奏全被打乱了 住新房的好心情 光剩下窝火了 装修的坑真是房不胜房 通过咱们记者的调查 和律师的掰拨拨说下 这些被坑的业主们 接下来该咋办 心里面也就基本有了谱 依法起诉 挽回损失 不接下来 谢谢